尽力奉献,我们如果把海绵和泉水的性质相互比照一下,就可以领悟到一些生命的意义。 一块松软的海绵,为了要吸收外面的东西,可以把它原来的体积账大数倍之多,假如你想在它身上弄出点东西来,唯一的办法就当用力挤压才行。 让我们反观一下泉水,以红泉水是今年累月的付出,而不索取任何代价,它毫无保留地继续向外流,流出那滋养万物的活水。 海绵和泉水这两样东西,一是死的,一是活的,我们人也是一样,一位索取自肥的人等于死亡,因他们没有机会享受到施雨的快乐,他们生命的光一将熄灭。 W. 葛莱登的一段行语,我坚守的一个心条是,我绝不做一块海绵,或者一个寄生虫。 我所得多少,就忠诚地给予多少。 不劳而获得前台我不取,我如果为其人,某机关做事时,一定竭尽一己之力服务。 如果为乡子或者社会工作时,我更要贡献出自己最佳的思想,最大的努力,最热忱的态度和最高的效率。 与我共事者没有人会被欺诈或者亏待,如果是是我都能够做到给予的大于获得的,这就是我的快乐。 我们应该在公共基金里取用得少,存入得多。